第七百八十二章 顶炉 滔天的黑舞自祭坛之底席卷而出,最后弥漫开来,一种异常诡异的邪恶阴冷也是随时散开。 这些是什么? 灵卿主眼神凝重地望着那弥漫开来的黑舞,其中那种邪恶阴冷,连他的脸色都是忍不住的有些变换。 那种邪恶是他从来都没有遇见过的。 他也曾经知道,一些独特的修炼之法会产生类似的波动,但那与这相比却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。 这种波动犹如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,并且试图将任何的生灵都设底地亲身抹除一般。 远古天地大战的罪魁祸首,看样子似乎当年没有被清理干净。 这家伙被封印在这里,如今却是趁机逃了出来。 灵栋眼神阴沉,说道。 天地大战的罪魁祸首。 灵卿竹戴眉微皱,旋即轻声道。 现在怎么办? 灵栋苦笑了一声,他怎么知道怎么办?这种东西可不是他们能够应付的。 他们想干什么? 苦笑中,灵栋却是突然听到灵青竹惊讶的声音。 灵栋急忙抬头,然后便是见到,那圆仓三人竟是对着那滔天黑物靠近而去。 而伴随着接近,盘博的原理也是猛然地自他们的体内席卷而出,然后化为光木,称三角形之状,对着那黑物笼罩而去。 看这模样,他们竟然是想捕获那黑物生物。 白痴。 灵栋见到这一幕,面色顿时聚变起来,直接是一把抓住灵青竹如玉的浩腕,身形突然暴退。 而在灵栋两人身形暴退时,天空上,那三角光幕,亦是重重地轰在了那滔天黑物之上。 呵呵呵,哪一般的东西,也敢对本将出手,果然是卑微的生物。 黑物涌动,一道异常刺耳邪恶的怪笑之声顿时传出,旋即黑物席卷而出。 那三道蕴含着浑厚原理的光幕,在一接触到黑物时,便是呲呲地消散而去,根本未能形成丝毫的阻拦。 那原仓三人见到公鸡,竟然对这诡异黑物完全没有效果,面色也是有些变化,旋即身形,急忙倒射而出。 而在他们倒射而出时,那黑物生物之中,顿时有着由黑物凝聚而成的大手,对着他们三人,抱抓而去。 三人见状,磅礴原理急忙地呼啸而出,但他们的攻击,在一接触到那黑物大手,便是自动地被侵蚀湮灭。 那模样竟然是完全没有半点的效果。 推到远处的林洞,面色冷漠地望着,那在黑物生物的攻击下,显得有些狼狈的三人。 这三个家伙,搞成这样,完全是咎有自取。 手放开一下。 而在林洞面色冷漠间,身旁突然传来淡淡的轻声,前者这才发现,此时林青竹的浩漫还被他紧握着。 当即轻咳了一声,随意地松手放开。 那东西似乎很难对付。 林青竹御手轻轻摸了摸被林洞抓红的地方,声音依旧清冷。 只是在说着话时,那视线却是不再扫向林洞,语气质中有着一丝细微的波动。 林洞微微点头,旋即眉头紧皱。 虽然现在看见园藏三人那被黑物逼得狼狈不堪挺爽的, 但他知道,如果等着东西回过神来的时候,必然连他们,甚至困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不会放过。 到时候,凭借他们的力量,根本不可能阻拦着东西。 嗯? 眉头紧皱的林洞眼神突然一凝,猛地抬头,望向那片赤红的天空。 那里,突然间,有着一股极为强烈的波动传开。 见到林洞的举止,林青竹也是抬头,望向那片赤红天空,轻声道。 那里有动静。 而就在他的声音刚刚落下时,突然间,一道极端悠长的中隐之声,从那赤红天空之上扩散而下。 钟声响起,一股赤红的涟漪,顿时,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,从那摇摇天空之上席卷而下。 而随着这股涟漪的扩散,林洞顿时发现,这片空间的扭曲,竟也是开始消散而去。 再接着,林洞顿时觉察到,这片空间之中,猛地多出了无数道强弱不一的气息。 阵法似乎解除了。 林青竹道,显然他也是觉察到了那些气息的出现。 这些气息应该都是一同闯入焚天骨葬的人。 林洞点点头,视线却是私自地盯着天空,那里的空间便是波动扭曲,最后隐隐间,仿佛形成了一座庞大的无法形容的巨型顶炉,而它们好像便是处于这顶炉之中。 看来,它们并非是被困在什么焚天镇中,而是被困在了这东西的肚子里。 林洞指了指,那出现在扭曲空间之中的巨型顶炉,旋即深吸了一口气,眼中有些震撼。 它们闯进的焚天古葬,竟然是一座顶炉。 这应该是一件极为强大的纯元之宝。 林青竹眼神凝重地望着那空间处的顶炉内壁,轻声道。 林洞眼神凝了一下,它见过映欢欢手中的天黄琴,威力的确是极为强大。 但比起眼前,这座仿佛自身空间,能够将它们进入吞进肚子之中的顶炉,显然更为强悍。 这等宝贝,显然就算是成员之宝中,也足以算得上是上等之物吧。 此时,那庞大的笼罩了整个空间的顶炉之中,突然有着滔天的赤红光芒席卷而下。 而且,那涌来的方向正是它们所在的地方。 赤红光芒在席卷而来时,直接是在天空上演变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光阵。 寻起光用席卷而下,将那黑色生物笼罩在了其中。 黑物撞击在那光阵之上,此时却是在没有了先前那种视如破竹的感觉。 不过,那等距离依然还是将光阵震得不断地颤抖。 这顶炉似乎有人操控。 见到这一幕,林洞眼中不由得略够一满金色,道。 林青竹微微点头,眼中满是惊讶之色。 想来这一幕幕的奇特局面,就连它都是很难在保持清冷之态。 该死的坟田老鬼,死了都这么阴魂不散。 那黑物生物疯狂地撞击着光阵。 刺耳的声音在这片天地间,红隆隆地扩散而开。 那光阵似乎也顶不住太久了。 林洞望着,那在撞击中越来越摇晃的光阵,心头也是不由地跳动了一下。 如今阵法被迫,如果再让这家伙脱困的话,朕不知道要死多少人。 而就在林洞心中担忧见那天空上,一道赤红波动突然席卷而来。 这道波动刚刚扩散而出,林洞便是猛地觉察到,周身空间发出了一种巨大的抗拒。 旋即身后的空间扭曲,竟是要将它给吸进去。 林青竹也是因为这一幕柳眉皱起。 林洞目光闪烁了一下,迅速地说道。 不要反抗,这顶炉似乎是要将我们吐出去了。 话音落下,林洞则是放弃了所有的反抗,任由那股空间排斥力将它挤入身后的扭曲的空间,而后眼前的视线也是迅速黑暗。 这种黑暗并没有持续太久,然后林洞便是感觉到赤红光剑射进了眼中,眼前的视线迅速恢复,而再度出现的景象也不再是大片赤红大地,而是一片赤红群山。 此时,在这片群山的上空,一座大约数百丈庞大的赤红顶炉正静静地处理,一波波炙热的波动,云云不断地自其中释放出来。 林洞望着这座悬浮天地间的赤红顶炉也是轻吐了一口气,他知道,先前他们被困住的地方应该便是眼前这座顶炉的肚子当中了。